演奏战役负责守城的部队是属于东北军系统的第12军 前身是抗战时间在山东作战的东北军第57军 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很好奇 为什么东北军跑到山东了 甚至出现在江苏这个地方 是 因为东北军在918事变以后开入了关内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去南京 介石被扣押软禁 将近20万的东北军被整编为6个军 所以他们内部对这样的情形也出现了组战 还有组合的路线之争 最后还内部残杀 其实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 总之是6个军 后来与山东比较有关系的 是第51军还有第57军 第51军的军长是渝学宗 第57军的军长就是比较反共的妙城柳 下侠就是111还有11两师 抗战爆发后 武汉在1938年10月25日失守 重庆国民政府 增设了纪查战区 还有鲁苏战区 要在日本的占领区建立优积根据地 其中鲁苏战区就是以渝学忠作为总司令 山东省的省主席 省洪烈 这是东北海军的总司令 还有江苏省的省主席 韩德勤做副总司令 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东北海军这一段 战区成立之后 总不能叫自令自己来打仗 所以战场上出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北51军跟57军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要部队讲的是东北军第57军 其中获守役的第112师主要是驻扎在鲁南 而且是与八路军的115师驻地呈现犬崖交错的状态 那好巧不巧的是呢 陈毅还当过了八路军115师的戴士长 所以应该是两边都很熟 犬崖交错之间会不会因为这个增地盘有严重的冲突 我们前两集有说到周村和违宪战役 国共的实力在山东是一销一展 57军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它是在山东第后 他们的军需弹药粮食军饷都要到大后方去运来 所以在这样子环境之下呢 才会有前面徐伯伯讲的甚至一点马粮都没有得吃 为了要取得补给 57军要派人经过荣海铁路啊 大运河啊防范区 很辛苦的运驳 一定都会经过八路军的地盘 要跟他们有接触 那两边的关系如果搞得很僵的话 那可能就会断粮 所以我们从客观条件来看 其实不允许57军用很强势的这个力量来对付八路军 除了有限时条件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詹学良他在西洋事变之后把蒋介石送回南京 然后回不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引发了东北军的很多基层或高层的一些不满 那年代呢 就是对南京中央产生的疏力感 所以呢 整体而言 那个时候的东北军呢 当然有一些是听命蒋介石的 可是也有很多是对八路军没有敌意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介绍的徐伯伯 他说 天天打的 那天天打 打了就跑 真的打不过人家 人家武器好 日本的武器好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 这是他所看到的情形 不代表是整个东北军的情况 所以没想到这个西安事变对后来的这个事影响这么大 是 发生在陕西的西安事变 还顺着黄河到了下游 牵动了整个山东的局势 对 1946年呢 在美国调停之下 国共在济南召开和谈会议 我们以前有提过 陈毅与环耀武对话 嘲笑济南的碉堡不堪一击 还在会议里面说 霍首翼的部队是二三流的部队 我们可以把这些前因后果厘清楚以后 就可以搞懂 陈毅在会中讲这些话 带有一点喊话 要增加他的筹码 可是呢 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可以更清楚的明白 东北军在918事变入关 那一直以蒋介石不是那么的契合 获得的资言非常的有限 长期下来呢 他们就只能偏重还手 比较没有那种野战的能力 所以这也是呢 为什么丁志鹏在中研院禁事所的口述历史 讲到这支部队 看战的时候不够努力 多少也是在说这支部队在剿共方面 不是那么的配合 原来如此 那这样说来 远州战役出现的第十岁禁区司令李玉堂 他有打过长沙会战 做过死守长沙的颅主 那霍首翼的东北军呢 听起来也是以防守建长的 所以整个远州究竟是怎么丢的 战事是怎么样进行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远州 它的地点是位于西南平原 南平徐州北附近南 东窥宜蒙西看鲁西 所以被称为九省通渠 齐鲁咽喉 那我们大致了解了整个的背景 就拉回来讲 华野在1947年的春季开始 陆续打下了周春还有违宪 接着又在夏季出兵攻打 河南省的省会开封 这也就是玉东战役 或者防范区会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山东兵团又向上面建议 要发起远州战役 所以真的就像曹操在三国时代 收服了青州兵 有了底气之后就要开始打远州了 虽然说57军 它的战斗指数并不是那么的高 战能力也不够好 可是防守是还好的 所以李玉堂那个时候对大家说 只要内部不出问题 打几个月是可以撑得过去 李玉堂说只要内部不出现问题 很显然的 他也知道防守远州的主力部队 东北军系统的第57军 有了非常复杂的背景 是 这他一定肯定清楚 根据霍首义的回忆文提到 远州被包围 华野打打停停 因为三晚日震 长期被围 当然内心会有忧虑 李玉堂表面上 对华野不在乎的样子 可是每一次见面 就是要他防范内部 而霍首义他回答说 这些部队都是跟着他多年 犯难与共 他是有把握 难怪老谭会说 远州战役打的不是掏心战术 而是先从周边的阵地开始清理 能不能守住 终究和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结果呢 57军有过去这段 比较悲剧性 或者说比较复杂的背景 远州的外围 重要的城市 比如像是泰安区域 这些一一的失守后 57军他们就把这些部队 说说进入到远州 那时候区域的是 111师 他的师长是孙焕彩 结果孙焕彩呢 被霍首义认为作战不利 那实际上呢 是认为他忠诚度有问题 所以就把孙焕彩给撤换掉 那这位孙焕彩呢 其实是东北军的原班人马 不是走国共合作派的路线 那霍首义临政换降 其实是影响很大 所以呢 一度连老奖都非常的关切 这个人事一动 霍首义前面有提到说 内部是不会有问题的 是 他这么做难道是故意的吗 应该不是 霍首义他没有那么的左 不像是之前把部队拉走的 长恩多那个样子 他本身还是享受演奏 可能是求好心切 才把比较积极反共的 孙焕彩临政换降 孙焕彩他后来被捕 到了1975年才被特赦 所以也知道说 当时孙焕彩的忠诚度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样听下来 这个东北军 特别是57军的内部 实在是点点点 大家应该这样听 就知道我们的意思 本来演奏就已经很危险 结果又在危急的时刻 又把孙焕彩给换掉 所以多少会传达的一些错误的讯息 给守军 也会影响了守军的士气 所以华野在7月12日 对延州进行总攻 原本是孙焕彩 在1111旅下面的一位团长 李庚坦 他是比较同情东共的 他也是老东北军 他那个时候 接获下属的寝室 华野有30百个人 现在在城墙 还有第二道防线中间 是否要用机枪来测射 他说不行 等于说没有把漏洞补起来 船当然会沉得更快 沿州铁定会守不住 沿州铁定会守不住